大家好我是丁丁 我现在很快跟各位介绍一下明天1月3号维护后出的新的组合箱 新年圣物组合箱 它的内容物如下 新年圣物组合箱1 新年圣物组合箱2 以及新年圣物箱本身 好那我们来算一下它的价值 首先第一个 新年圣物组合箱1 内容物融资钻石100个大概600钻 新年圣物箱11个 以正常的活动价格来说是1000钻 金币1000万 以执念的价格来算的话 大概是1000钻 所以它的价值是3200钻 好第二个 新年圣物组合箱2 上面内容物一样 融资钻石新年圣物箱 但是它纯白万灵药 以红利的价值来换算的话 它总20个万灵 纯白万灵药它就是22万钻 所以我们正常来说 它的总价值应该是222200钻 所以大家知道 如果你真的要选择的话 这个优先买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讲的比较快 这次出的装备 新装备有以上4个传说装备 及4个红色4品 还有大量的稀有高级跟一般的装备 那至于装备的能力 就大家之后再看它的装备介绍 好那我们这边讲一下 新年圣物带大家注意一下 里面打开会有一个圣物 再加一个票券 那圣物能力如下 它的位置就等于符文 等于是之前的盾牌 开那个遗物带的盾牌同样的位置 所以什么时候使用 看个人的需求 好新年票券 底下一样会有它的制作说明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次 的到底 适不适合做呢 薰王套装一件是4万钻 8把4万钻 这边我要特别讲一下 古代的系列 古代系列 这个 古代系列非常适合 客长直接拼加期 因为他这次给的是直接是祝福的 之前做的价格 一样是2万钻 但是他是白的 所以之前要花祝福卷走去拼 那现在这次给的是直接是 帮你上好祝福的 所以CP值算很高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拿来在这一波活动 拼加期的古代皮盔甲 好往下看 其他的保底之作 价格都一样 这边特别讲一下 这个是坑钱的 千万不要做 一千个圣物带做一个 2万钻红布的东西 一千个是4万5455钻 所以这三个东西不要做 好以下这些东西 价格都跟等同上市 蓝色能力戒指 然后提卡的系列装备 价位都差不多 那这边我特别讲一下这个 新年的支援组格箱礼包 他是要制作的 一次是42个生物带 那他有不 42个生物带是1909钻 那他值不值得制作呢 我们往下看 这边 新年的圣物带 好在这边 组合包 1909钻 内容物 我是以我们伺服器的价格来计算 所以大家参考一下 如果你们伺服器的物价比我们高很多的话 那你们可以拿来做 第一个龙之钻匙箱第一阶段 600钻 第二阶段 100万金币 大概是100钻 我们伺服器 住房 420钻 我们伺服器 住武 250钻 那祝福卷轴刻印的 以我们伺服器来说 一张祝福卷轴是500钻左右 所以总共加起来只有1870钻 那在我们这个伺服器 这个箱子就不值得投资 但是因为它的价值不但不到它的制作价值 甚至没有任何高倍数的CP值可言 它没有高出来 所以这个东西不建议大家做 OK吗 往下看 这次的保底 这次的传说装备保底 一个是31818钻 然后其他东西我就不特别讲 大概就是2万钻 1万1千钻 跟90... 9091钻的价格 那重点是这个 大家比较想要知道 这个新的直武 它的保底是31818钻 如果你是客长 想要拼这一波的话 可以做 那CP值比较高的话 应该就是海陆拜匕首 跟巴莱卡钢爪 这两个可以来拼看看 底下就跟之前一样 那这次的装备 新装备 我赶快跟大家讲一下 新装备 史雷佛奴公 除非你是无意间拼到 或是你刚好抽到 不然妖精玩家 你的目标还是以恶梦长弓为主 因为恶梦长弓有贯通效果 又有弱化术 他没有 所以 这把弓我觉得是仅次于恶梦长弓的传说级武器 巴莱卡钢爪 可以拼 因为他是黑妖 听说是 才值是奥里哈鲁根 所以可以打不死系 他是黑妖目前唯一的不死系武器 就是紫色的爪 所以如果有这把的话 你上奥曼塔四楼六楼 应该可以拆得非常非常之轻松 雷亚法杖 能力的话 就大家看一下 他跟杰罗斯魔杖 其实是五五波的 海六败匕首 这次也是这次的大奖 因为很多克掌骑士 拿这把武器 听说会超级强 所以这把大家就 能抢尽量抢 如果你是克掌骑士的话 这一次的红色饰品 坦白说 他的四个能力 都不是很优秀 比起本来的红色饰品 跟紫色饰品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次的红色饰品 没有必要特别去做他 因为你会发觉 他没办法完全取代你身上的东西 十雷佛戒指 第一个不能取代骑士团 第二个不能取代气魂 第三个不能取代蓝色的征战戒指 甚至更不能取代神圣的力量戒指 他就是一个不上不下的戒指 其他东西我就不特别去讲了 你们自己去参阅一下 只有这个比较特别 可是这个打架的时候 没有防没有抗晕 单纯有命中跟伤害 其实很脆 除非你一体够强 最高防御的套装在这边 军王套装全部都是安定6 然后基础防御 图下 大家去算一下 然后这些就是新出来的装备跟刻印图件 比较需要特别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活动保底制作 一件30个衣物袋 三件90个衣物袋 然后90个衣物袋 大概是4090赚 所以他安定是4 全部等于是全部都过2 你要拼一次就是4090赚 至于这一次的活动 就介绍到这里 希望你们能知道自己要花在什么地方 大家拜拜 拜拜